带孩子来马来西亚一定要去双微水上乐园 我带七岁的儿子从早玩到晚他都不愿意回家 这里分水上乐园和陆地上的游乐园 还有动物园区域,动物种类好多 特别适合小朋友 我们先玩的是水上的区域 这里有漂流,人们坐着气垫到处漂 最刺激的就是这个大喇叭滑梯 建议早上一开门就去排队这个热门项目 小孩子区域里的滑梯区域很多 适合12岁以下儿童 人工沙滩,灶浪池 伴随着舞台上的DJ 大人孩子都会嗨起来 动物区域有猛兽区 狮子老虎豹子 马来熊的体型较小 鸟林的区域是独立的 各种珍奇的鸟类都会随地溜达 可以合影 游客也可以和一些动物拍些亲密照 瞧这条大猛蛇真的可以吞掉一头牛 这里还有游乐场的区域 海盗,摩天轮,小飞机 一天走下来根本玩不完 温馨提示,这里不能再吃的 里面的饭十几到二十多码币还可以 不要赶在节假日去玩排队好的项目人多 橱柜需要五十码币有点贵 带好防晒给孩子多带套衣服和浴巾 半年卡更划算 快带人家的小朋友试一试吧